以我們糖尿病的照護來講 在糖尿病衛教學會上面都建議糖尿病患者的飲食 應該是標準要以這個定時定量 最好是這樣子來做處理 那通常還要再做一個叫腫熱量的控管 那才不會造成你攝取過多的 碳水化合物就是說澱粉造成你體內的葡萄糖上升 那但是在外面很多的營養學 營養師他可能會說撒量多餐 或者是說你可能會降低血糖的波動 那事實上這樣子的其實是適用在特定的摩擬種患者身上 就是說他本身他嘴巴咀嚼有問題的人 或者是突然有困難的 或者是他本身牙齒不好的人 像我們講這些導龍家來講 那他沒辦法一次吃很多東西的話 那就建議少量多餐的方式 那讓他整體的熱量是能夠達到他一整天的熱量的需求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假設是一個正常的上班族 那有在服用藥物的情形之下 基本上還是建議定時定量 就說是長野的對象 放棄了